快閃台北五日四夜之旅正式展開 今趟旅程的序幕來到復古味濃厚的青銅車站 在十分瀑布偶遇夢幻的七色彩虹 還去到十分柳街將願望化做天燈送上星塵 放輕步伐問由貼政樸素的平溪 一起感受這一帶美好的人和事 如果你都喜歡去旅行 記得訂閱、讚好和留言我們的頻道 假如你是第一次觀看我們的頻道 首先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嬌仔 十分跟台北的距離一共三十二公里 旅客一般要在台北車站乘搭台鐵 到瑞芳站再轉成平溪線到十分站 台鐵的票價是六十八台幣 大家可以在網上或票務署查看班前 在適合的血台上車就能輕易去到目的地 在瑞芳站轉成平溪線到達十分車站 由於瑞芳去十分火車的班次比較疏落 如果沒有看班次的話 絕對有機會在瑞芳站八百等幾十分鐘才可以上到車 所以大家記得看班次 我們在台北車站大概坐了一個半小時 就來到這裡了 一望上的天空已經有兩三個天燈飄下飄下飄下 很興奮 十分車站這裡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都十分有味道 我想將它全部拍下 車站對開大家就會見到十分老街 而老街的兩旁全部都是特色的小商店 販賣的都是跟天群有關的紀念版 好可愛 這些販賣都好可愛 現場所見 不同顏色的天燈代表著不同的願望 有些祈求健康、學業、愛情等等 正所謂 小朋友才需要作出選擇 如果我 我想要全 如果要九個不同的願望 豈不是要九個顏色的天燈 最後我們選擇了四色天燈 紅色代表著健康、平安 粉紅色代表幸福、快樂 紫色代表讀書、校試 白色代表前途光明 平溪、青銅、十分站都可以放天燈 但為何這麼多遊客都要選擇 十分站放天燈呢? 傳說說 十分放天燈 你會十分幸福 只要知足常樂 感受小確幸 就一定會十分幸福 十分幸福 寫到手指又是 額頭也是 OMG 看不清楚這個是手指公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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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完天燈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十分瀑布 十分瀑布 是台灣最壯麗的瀑布之一 由十分車站走過去十分瀑布 大約要四十分鐘左右 我們都會看到十分瀑布的指示路牌 我們會經過四港潭橋和關博釣橋 兩大釣橋 原來這條橋 最多只能50天通過 你一邊走 其實它都會搖搖搖的 還有樓下的石頭是很有趣的 一個個洞一個個洞 這個位置看著流水流下去 感覺很治癒 走上關博釣橋 風景移人 什麼都不用做 欣賞大自然的靈 細聽流水的聲音已經很舒服 還有這條關博釣橋 我們就會去到十分瀑布那邊 終於到達十分瀑布 這裡有很多紀念品售賣 還有飲品食物可以供補給 在這一帶還有很多特色的小商店 十分瀑布是屬於瑞蓮型瀑布 瀑布兩旁的岩塵走向和水流是相反的 在地理學上 這些叫做逆斜塵特徵 和北美洲的尼加拉瓜瀑布 在地理學下激起了陣陣的水花 當陽光照著朦朧的水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道彩虹掛在瀑布上面 所以它有彩虹淵的美名 下一站去平溪 我們由十分站出發 乘搭平溪線乘幾個站就會到達 雖然車程只需要十三分鐘 由於班次疏落 所以出發前就要查看班次 平溪最出名就是放天燈 現今每年的平溪天燈節 都會吸引外國和台灣旅客瘋狂而至這裡 除了天燈 今天我都會帶你們發掘一下平溪的好去處 平溪最流行的打卡位 北外乎就是這個 站在這個位置可以拍攝火車經過 由於間中有火車才會經過 除了靠運氣就是靠資訊 那就會事半功倍 而這個位置更有趣 如果火車經過 就直接在你頭殼頂地經過 台灣連油箱都很可愛 很迷你 很搞笑 這個很漂亮 為什麼連坑渠都會漂亮一點 全部都是天燈來的 很明顯 平溪這個地方和天燈是形影不離的 你看看 這裡都是天燈 和天燈 天燈的台語口語發音和天丁是有點相似的 另外也有天頂的燈的意思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 放天燈是不是很容易引發火災呢 因為平溪的地形提供天然屏障 一定會落在平溪的範圍之內 地理位置多雨水 一年大約有200日左右都是下雨的 相對濕度高達75%以上 因為如此 所以平溪一帶 能夠成為台北法定放天燈的地方 天燈節每年平溪都會舉辦 天燈節每年平溪都會舉辦 到時夜晚 整千上萬的天燈 在黑夜中飄上天空 今年剛才我看到海報五月 我覺得平溪這個地方 是很老台灣的 至於交通方面 大家可以乘搭795巴士 貫穿十分平溪和青銅等地方 建議大家上網看班辭 平溪站到青銅站 乘火車車程大約五分鐘 在青銅一落車 就看到這個黑上十分幸福的牌 看到也覺得很甜蜜 建於1929年的青銅車站 是平溪線的終點 充滿懷舊氣氛的老車站 在2003年被列為古蹟 青銅老街 興建於台灣日治時期的1937年 曾經這個地方因為抗業發展 盛極一時 當時還有青銅坑銀座之稱 到1975年 隨著抗業停產 人口隨之流失 平溪城也沒落 近年青銅轉型成為觀光景點 也慢慢發明起來 來到這裡難免覺得自己十分幸福 青銅老街除了有很多商店賣紀念品之外 還可以寫奇願祝福語在奇願祝筒上面 把願望掛到竹筒牆上 青銅站是台灣平溪線的終點站 也是平溪線上唯一保存至今的木造車站 保留了很多日治時期至今的車密古蹟 我很喜歡看電影《那些列》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片中男女主角動人的音樂 浪漫約會的地點就是平溪的青銅車站 放天燈前的一句說話 請讓我繼續喜歡你 至今仍然好深刻 仍然記憶有新 這條青銅老街建於日治時期 所以街道都充滿日本的色彩 輕鬆不辛苦玩一天已經很滿足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有機會一定會回來玩多次 多謝你支持和觀看我們的頻道 我知道自己和嬌仔做片上有很多不足 但我已經盡力了 希望這份心意和這份熱血你都感受到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和支持 世界太紛亂了 我們需要互相支持 加油